中國的疫情惡化 他們經濟的病情也不輕 市場原本預期中國央行會降血來救經濟 結果希望露空 中國人民銀行今天公佈的12月貸款市場 報價利率LPR連續第四個月維持不變 報告報導了引述分析師指出 中國央行按兵不動 可能是要等明年一月再出手 分析師認為當前中國疫情嚴重 就算是下調LPR利率 對房地產市場也沒有什麼作用 因為現在有些工人染疫根本無法開工 而另一個指標率率 中期借貸騙利MLF 我們俗稱的麻辣粉 這個月是維持不變 預計是要替來年刺激經濟 留下更多的政策空間 市場原本預期中國解封會 帶動股會市反彈 結果等到現在真的解封了 市場反應卻正好相反 中國的股市和會議市場較量 現在是冷冷清清 多透報導突破盲場 因為大批交易員都染疫了 甚至連中國證監會的IPO審查都停擺 雙戰指數上星期的成交量 就跌到了三年平均水準以下 同時銀行間的人民幣交易量 也創下了四月上海封城以來的新低 不過因為今年中國經濟之差超乎預期 所以在激期低的狀況之下 各大投行紛紛上修中國明年的經濟成長率 預期中國政府明年會大動作救經濟 摩根大通把明年的中國經濟成長預測 從四趴上修到四點三趴 彭博調查顯示市場平均預測 明年中國經濟將會成長四點八趴 遠比今年可能成長不到百分之三 還要來得更好 高盛更是直接一口氣 把中國經濟成長率從百分之四點五 調升到百分之五點二 比中國跟官方可能設在百分之五的目標 還要更高 商量銀行更樂觀了 預測明年經濟成長將會來到了百分之五點八 不過有關預測 往往都是根據官方的數據來推算 一直受到危機質疑 像是中國官方的疫情數據嚴重失真 就被批譽為訊息黑洞 中國政府發布優化新十條政策後 19號首度通報染疫死亡病例 不過只有兩例 但各地火葬場來不及火化死者 甚至停尸間放不下遺體的畫面 早就在網路上傳開 中國疫情數字根本已經陷入訊息黑洞 政府公告和實際情況差很大 讓外媒覺得很荒謬 根據流行病學家的預測 今年冬天 中國新冠感染率大約在10%到30%之間 致死率約為0.9%至0.16% 如果按照這個比例推算 最新疫情恐將導致中國高達1.4億 至4.2億人感染 12.6萬至67.2萬人死亡 請在門口排隊7號門口不要停車 由於感染者一下子增加太多 醫院人滿為患 北京當局乾脆把體育館改建成 臨時的新冠門診醫院 上海當局也宣布從19號開始 上海市中小學校除了初三和高三之外 全部調整為線上教學 幼稚園也暫時關閉 而中國的搶藥潮 除了鄰近的港澳受到波及之外 位於東南亞的泰國 也開始出現中國遊客 大量採購藥品的情況 不過就在中國缺藥的同時 原本造成瘋搶的蓮花清溫 網路上去傳這款藥品 可能造成肝損傷肝衰竭 連帶衝擊生產商以領藥業 19號股價大跌 一度逼近跌停 據新聞 周春節蔡琼滿報導 中國疫情大爆發 首先衝擊到消費市場 業者現在面臨考驗的感覺 比清零封城時候更嚴峻 中國品牌大廠小米 它的主要業務手機 今年出貨量大減 上半年才解雇了將近1000人 如今又傳出年底 還有新樓的裁員計畫 解雇人數超過5000人 大約是佔比員工總數的1成果 而當中有個別部門 甚至砍掉四分之三的員工 疫情衝擊 小米的手機中間價位市場 它在第二季手機 實現營收422億人民幣 年減高達28.5% 出貨量減少超過26% 第三季業務依舊慘淡 營收年減11% 手機出貨量也減少了8.4% 隨著疫情增溫 中國民眾現在主要消費活動 恐怕是忙著搶藥 男子直接在藥局跪下 只求買藥給高燒不退的家人 急迫心情 中國各地民眾感同身受 強藥潮持續延燒廣東珠海市寄出新規範 不只買藥需要實名登記 還限制7天內購買數量不超過6例 嚴格政策讓珠海買不到藥的市民 只好集體跑到藥廠排隊 以藥難求情況藥廠坦炎至少持續到元旦 現在卻傳出中央配藥政策不公 似乎其他城市的命不是命 部落分退燒止痛藥 通通優先送往首都北京 為了緩解強藥潮 北京政府還調拨上海 江蘇 山西等其他地區援助 引起網友強烈不滿 痛批北京獨佔全國藥物資源 但不只藥品首都先取得 外送人力也全力支援北京 快遞人員加長配送時間 因為北京疫情大爆發 運輸人力大減 募集各地外賣騎手 保障物資配送 京東物流搶先調派 阿里巴巴旗下快遞品牌也隨後跟進 超過兩千名快遞員抵達北京 但上海同樣不樂觀 當地民眾談嚴定的蔬果 日用品以往半小時就能送到 現在卻要至少隔天才能配送 同樣人力缺乏 藥品不足 卻樣樣力保首都 難怪引起網友木曼 批評聲浪不斷 近新聞 高予婷才充滿報導 中國政府不負責任貿然解封 卻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讓全中國不只醫藥體性 普遍癱瘓 冰藏系統也是嚴重失去 北京十多間的冰儀館 二十四小時不停地轉焚燒 確診跟死亡人數全都不透明 這切好像又回到了武漢剛爆發疫情 那段網如人間監獄的日子 超過十張病床排滿一間病房 上頭都是染疫的年長患者 醫護只能從夾縫中提供醫療措施 但是小醫院連藥都開不出來 外頭還有病患不斷被送進來 他沒有設施 我怎麼給你搶救 你什麼都沒幹 在這兒說 就搶救 在這裡邊還有一堆病人還沒看 我這不是七天出來給你看嗎 給你說一下嗎 我這看不過來了 治不過來了 好吧 一名女子帶著71歲的父親跑的 三家醫院都沒有病床 甚至連站的空間都沒有 說白了 那就是在等死 未必 到死未必能排到他們進醫院 金新聞 彭信 中家聯報道